哎呦 喵哥 喵哥 好大事啊 三个月不见了 不止三个月了 上海车场四月份到现在是十一月份了 七个月不见了 好 七个月了 七个月前 你是丙方 你现在成了假方了 现在我成了主办方了 对啊 欢迎这个喵哥来我们标志展台打卡 我已经打过卡了 完了之后 看了一圈 看了一圈之后呢 重点就是拉着你给我讲一下他 因为我比较实惠的这种入门心 而且一种个人比较心动的一款车子 我想跟你一起聊一下 这一次我发现展台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标志变得更自信了 把所有的数字全部看在了脸上 就是说这个呢 当时标志有一款经典车型 叫标志504 就是把这个标印在了机盖 所以我们全系车型 都是采取的这样一种方式 向经典致敬 而且它中间这两个全好看 像超人的眼镜 超人的眼镜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符号 无穷远的意思 代表着我们前进的决心和步伐 再看一下这个灯 这个呢是一个狮爪 像一个狮子的爪子一样 然后这呢就是獠牙 它的整个前脸的识别性特别好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圈之后 这款车的整个光的感觉就是 很年轻的那种动态感特别好 对 因为这款车它是获得过 设计界的红脸大奖一款车 就这个红脸大奖 很多车企就梦寐以求的奖 它就得不到 对 这个我知道确实还是认可 整个侧面转过来看 一般来说现在这种车型里面 定义比较入门的一个车型 对 它不会做的很复杂 你看像你们这边 它两边做了保湿切割 像这种类型的偷市场 维修还也俗成烂反进攻抓狂的设计 对 一般像在高端一点的车 比如说十几万或者是二十几万的车 他们会在车门上做的很复杂很漂亮 但是呢我们这款车 2008万就是不到10万块钱的车 已经是有这种 锋刃切割的这种设计造型了 看一下内饰心不心动 看一下这个赛车方向盘 钢琴按键电子换的 说实话你要是不跟我说价格的话 我从整个内饰 包括这个用料 包括仿碳纤维的整个设计 我估计至少是15万这个价位 因为再结合它合车车的品牌的话 但是实际多少钱 9万9千7就不到10万块钱 我看一下这个后排 现在放在B柱的位置的话 它虽然只有4米上 但总结这个乘用空间其实还是利用的蛮好的 尤其是我刚才看到整个中控这边的设计 这种法系特有的一些设计 再加上法系经典的这一排钢琴按键 识别度非常好 尤其我最喜欢的就是鸡腿弹板 这种触摸感 别的按键式的感觉更爽一些 而且这个电子挡杆是裁服的 比如像6DCT再加1.2T的 好像这款发动机 我之前了解过它的参数 参数是非常优秀的 这款发动机就是百公里油耗5升 第一是非常省油 第二是它是136马力 就是动力堪比很多2.0 这个马力出来 调整了已经非常棒了 然后你现在这个天端是全系都有还是 全系都有 就是只有这一款车全部带天端 整个008就只有这个配置 对对对 唯一的配置唯一的价格 还有一个亮点 就是苗哥你看一下 一般这个城市SUV 它很少有加这种 这么厚的这个防状防状梁对吧 就是一般城市SUV 但是这个208它是整体包了一个 对对对 就是这一块的碰撞和刮蹭的 这个维修应用性会好很多 这尾线空间其实还可以 整个里面的成员空间还可以 我就想这尾线空间 可能会加速的比较厉害 没想到其实这个尾线空间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主打一个咱们这个都市 然后年轻 下面还是双排 对 真的双出排气 这是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双出排气 真是真双排是吧 那么喵哥你体验完这款车 你有什么话对这款车想说的 说实话 我最想说的就是在这个价位下 目前格子车 真的算是把自己的成型掏开 你从假方来讲到说利润高也好低也好 至少目前同价位同品牌下 我们感受到它给的东西算是比较成型的 而且最关键是它自己一款配置 它不过像一些托起一样 跟拉很多很多配置 然后入门的99700 但是这个高配版的就应是99800 这也是解决我们选择尴尬的 很实际的一个办法 而且我刚才看里面 基本上很多中高配上才出现的一配置 基本上全给你了 就是说大家如果对2008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好的谢谢喵哥 行不客气不客气